王宇文議員,三分鐘 我們去年那個會議的時候,在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的時候 我記得最後我問了副局長一個問題 為何將跨境運訊大量貨幣歸禁毒署去監管 當時副局長沒有回答我 我們看回這個禁毒署的網站 在《關於我們》一欄那裏寫幾百字的篇幅 全部都是關於有關打擊毒品的非法製造販運和吸食 採取的執法行動、推行禁毒教育、宣傳活動等等 無緣無故都會有一句 禁毒署也協助打擊清洗黑錢及恐怖分子融資活動的工作 我便覺得很奇怪、很突圓 為什麼禁毒署禁毒和打擊清洗黑錢的關聯 是否要計算那些毒販、收入那些是黑錢 但那些是另外政府執法部門做的 那怎樣叫做打擊清洗黑錢及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有關於禁毒署什麼事呢 可不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嗎 好,副局長 謝謝主席 在我們整體對付打擊、洗黑錢及恐怖活動融資 我們是按著整體國際的一些結論和做法的 在分工方面是財富局和保安局各有分工 財富局最主要是針對金融機構去反洗黑錢及恐怖活動融資的領域裏面 是制定政策以及一些法例的 至於在毒品方面的洗黑錢、恐怖活動的洗黑錢 我們一向其實都有兩條法例去處理的 毒品的犯罪得益呢 我們是有毒品條例去處理的 而其他的嚴重罪行的犯罪得益呢 就是由一個叫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的條例去處理的 由於禁毒署呢 是一向處理毒品方面的問題 有這方面的經驗呢 所以在分工方面呢 我們覺得呢 由非金融機構的反洗黑錢及恐怖活動融資 就由禁毒署去牽頭制定政策 以及去訂立相關的法例 那你只是打擊毒販而已 你不是打擊那些恐怖分子而已 是不是 或者這些恐怖分子的融資活動 那他有這種能力去處理這些問題嗎 是不是 我懷疑是這個意思而已 對不對 另外呢 我們是不會反對 所謂R32的制度 但是能否達到這個政策目標呢 上次我們也說過是令人懷疑的 你在第二段文件開宗名義就說 設立R32制度的政策目標 以偵測貨幣和不記名可鑽讓票據的跨境運訊活動 目的是確保恐怖分子及其犯罪分子 不能夠透過這種方式 為其活動提供資金 或者清洗犯罪得益 喂 打了12萬而已 可以啊 對不對 是不是 喂 你那個上限是12萬 喂 吃到什麼大茶飯啊 大哥 好 怎樣確保恐怖分子及其犯罪分子 不能透過這種方式 為其活動提供資金 或者清洗犯罪得益 除非你找幾千個人幫你帶12萬 是不是 好 明白 這個是 基本上是 未必可以達到這個政策目標的 是不是 好 快點簡單回應 我想黃毓民了解錯了 我們說12萬以上 知道無限的貨幣 你都要申報啊 那就是說呢 如果是真正正 想利用這個這樣的空間 這個漏洞呢 來到洗黑錢 我意思就是 你長限可以定高一點 如果這樣 是不是 這個時間 你時間已經夠了